这令人心疼的一幕发生在 前几天的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在女子十米台的单人决赛现场 全红禅已落后 陈玉希九分的成绩无缘冠军 在事后的采访上 全红禅终究还是没忍住泪流满面 看过比赛全程的都知道 在全红禅的第四条 裁判的分数明显给低了 跳得好时俩人比分都一样 跳得不好时 陈玉希分数没什么变化 但全红禅的分数就被打得很低 难怪网上经常有人说 全红禅是世界冠军 陈玉希是中国冠军 然而这也不是全红禅 第一次面对不公待遇了 现在还很清晰的记得 全红禅第一次出现在大众事宜 主持人是这样介绍她的 来自广东的全金禅 全金禅 她的教练员抱起了全金禅 我国选手金红禅 后来由于全红禅实力出众 多次在大赛中打败实力派 陈玉希和张佳琪 可能是动到了谁的蛋糕 世界冠军邓亚平 尽将她的成绩 都归功于无知者无畏 也有这样的一种优势 而且她这个优势 这次会是比较明显在哪呢 她没有干扰 而在今年的杭州亚运会上 就算全红禅凭借七个满分强势夺冠 还是被某些人归结于 最后一跳的好运 而且全红禅是靠最后一跳 才赢的 甚至有些黑粉当众 向全妹扔世毛巾 这痛苦的表情 看着都让人心疼 比赛完 全红禅就算在回家的车上 也不愿松懈 手里拿着平板研究跳水视频 却被一些喷子 钉琢手上的金镯子说是 难道出身寒门就该遭受恶意攻击 之前还有传言称 跳水皇后郭晶晶 要认全红禅当干女儿了 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 但我举双手双脚赞同 全红禅要真有了霍家这个靠山 以后看谁还敢欺负她 看到全红禅在国内赛上 再次输给陈玉希 我才明白网友说的那句话 全红禅是世界冠军 而陈玉希只是中国冠军 在前几天的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全红禅落后9分败给陈玉希 要知道 此次锦标赛作为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 对于每个选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然而对于这一比赛的结果 网友纷纷提出了质疑 裁判打分究竟有没有做到公平公正 甚至有些情绪激动的粉丝 在现场大喊为全红禅名不平 尽管这样 还是改变不了陈玉希的冠军的事实 还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只要是在国内的比赛 全红禅就没赢过陈玉希 首先可能跟俩人的家庭背景有关 陈玉希出生在上海的体育世家 爸爸是体操队的教练 妈妈则是上海体肖的教授 陈玉希父母混迹体育圈这么久 人脉肯定非常广泛 说不定还认识打分裁判了 而全红禅就不一样了 全红禅出生寒门 靠自己一路打拼无人帮衬 父母也是没有文化的农村人 从小没有给全红禅太优越的生活 如今就算女儿成名了 也不会去消费她的名气挣快钱 还经常要教导全红禅好好读书 做人不能没有文化 当初红旗品牌送了他们家 一辆价值50万的豪车 全爸爸也不舍得开 如今还停放在院子里展示 甚至有富豪提出500万高价购买 全爸爸都没有同意 他认为这是女儿的荣誉 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就是如此善良的全爸爸 却因光榜自主面被嘲笑 认为他丢了世界冠军女儿的脸 对此他也是一笑了之 尽管全红禅面对如此多的不公 他还是把自己活成了小太阳 注意看 全红禅后背右腰的位置鼓个大包 此时他一边认真地听着教练的指导 一边不断地活动着身体 在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上 全红禅发挥得并不理想 前后出现了两次失误 一次是脚尖刮在跳台上 另一次是没有压住水花 上岸后 陈若霖不停地在给全红禅覆盘比赛 他后背上的大骨包也异常明显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受伤的原因 在后面的女子担任十米跳台 全红禅败给陈玉希取得亚军 在赛后的采访中 全红禅脸上的难过显而易见 小小年纪的他身上 背负着太大的压力 不仅承载着父母的期望 还有粉丝们的喜爱 他生怕哪天自己跳不好了 就会遭到网友的嫌弃 也不是很喜欢很多人关注吧 就感觉心里面不太踏实 总感觉自己跳不好 就一些不太喜欢我了吧 就感觉我必须跳好的样子 因此全红禅训练得更加刻骨 他一直都是以男队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要知道 跳水运动员由于长期高强度训练 长期接触消毒水和游泳时 会导致头发干枯发黄和一系列的皮肤病 甚至还有眼睛视力下降或者关节问题 而如今才16岁的全红禅 刚平稳度过身体发育期 如今又面临伤病疼痛 16岁的女孩本应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全红禅却背井离乡 跟着国家对南征北战 为国家带来了荣誉 但他的家人却一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只希望大家对这个善良的女孩宽容些 如果有一天 全红禅没有达到大家心中的期望 请不要愤怒 多给这个孩子一点包容